大家好 讀書使人充實 思考使人深邃 今天是2020年11月7號早上10點 我現在在由內湖到萬里的路上 路重8公斤 前面已經走了6公里 正在重莊徒步 就是行軍 預計今天要走26、7公里 看下午3點能不能到萬里 在路上路民宿島讀第三獎 選擇在戶外開獎 所以各位可能會聽到 很自然的音效 剛剛看到兩隻松鼠跑過去 那也會可能看到我在趕文字 要分享的大作是823柱 823柱 真的是大作 這麼厚 790頁 60萬字 真的像磚頭一樣 我讀完了 為了要在戶外開獎 帶著他的走路真的是很重 很有誠意了 趕快按讚 為什麼要分享這本書呢 我覺得它有兩個第一 首先是 823是離台灣最近的一場戰爭 時間上是62年前 地理上嚴格來說 只有在金門 不在台灣本島 所以又近又遠 地理上很遙遠 時間上也很遙遠 在現在的你跟我來說 都是上代 或上上代的事 其次是 這場戰爭 是否該稱為戰爭呢 有戰嗎 有 有真嗎 好像沒有 在當時就很有議論 這也是這本小說的看點之一 因為國軍第一次遇上 看不見敵人 又處於被動的 可能叫做戰爭的戰爭 823是炮戰 共軍在民國47年8月23號下午6點半 吳玉錦集中火力 炮轟金門防衛司令部 所在一個叫 做水上餐廳的地方 那是高級黨官們吃飯的地方 第一天就贈亡三個副司令官 而陸海空各一位 連正在金門的國防部長余大維也受傷 第一天就贈亡400多人 接下來雙方互轟 只有炮來炮去 沒有登陸戰 沒有接觸戰 有開始到結束 只共2個月有3天 8月23號到10月25號 金門挨了52萬余發炮彈 地面部隊沒有接觸 這樣的戰爭 該如何分勝負呢 事後雙方內部各自宣傳 獲得多大戰果 中共說法是為了消耗即將過期的炮彈 所以拿金門來煉炮 火幫說法是以戰練兵 因為民國47年的時候 國軍退守或破千來臺已經8年 部隊沒上檔 加上衝員兵開始入� 都需要實戰檢驗一下 戰力如何 所以自動送上門的823就成了長官們認為以戰練兵的絕佳戰場 且逼得共軍不敢登陸 打獲全勝 旁邊有一隻小蜜蜂 回到823處 在不明瞭對岸意圖之前 整個823除了炮轰 還是炮轰 都在猜 這是不是登陸前的準備 或另有陰謀 當時國軍在金門有6個師 將近10萬人 但大部分是步兵 偏偏步兵在823 無用無之地 作者朱新寧是1949年跟隨孫立仁來臺的老兵 也是那個年代有名的軍中作家之一 我記得我要看過王炳軍管管司馬中原的小說 朱新寧一共出版了20部中短編小說 7部長編小說 六冊長文記 最特別的是朱新寧家中還有三道兩立風景線 就是朱天文 朱天一 朱天心 三個女兒 他們家學淵源 後來創辦三三齊攤 在台灣文壇很早就展露頭角 朱家也成為文壇會睡之地 但因為收容被視為漢奸的湖南城 成為宋史之地 後面的民主導讀也會講湖南城及張愛玲的故事 朱新寧自己沒有參加大展 當時他不在金門 是事後收集資料 由民國55年 寫到65年 十年間由38歲到49歲 從頭大改寫三次才完成 最終訂稿60多萬字 只在大鋪頭 第一版在民國68年 及1979年4月出版 在整個朱新寧創作生涯中 823柱算是他較早期的作品 是以反共為基調的小說 但現在時空不同了 我們怎麼看反共小說呢 我在這部影片的標題打上823也不會加分 不會吸引太多 眼球 但就像我在第一段說的 這是離台灣 最近的戰爭 而且他的戰爭形態 與未來可能的戰爭又很類似 這就是我想說的重點 823柱不是戰場實際記錄 而是以虛構的人物 兩個虛構的主角 差點823炮戰 兩個月發生在基層部隊阿兵哥之間的事情 大事件依循始始 小人物之間的種種由作者發揮 主要人物有兩個 第一個黃岩 陸軍官校剛畢業 文職彬彬的少尉排長 家中三代軍人 爺爺是少將 爸爸是中將 他下部隊當排長 帶領40個人 在京西第一線的排陣地 直接面對敵方砲擊 第二位少家勝 王爺所屬部隊的團部泥士官 個性大而化之 油嘴滑舌 綽號團花 就是到處結圓卡遊 有小便宜就站 小事得過且過 大事不馬虎 以上兩個人就是 巴爾三住的中心 有向外輻射多個人物 這本小說也許是如今能找到的 直接描寫 那個離現在最近的 又很遠的戰場的實際情況 我們都沒有見識過戰爭 到底戰場是什麼樣子 看了排長黃岩 在巴爾三的第一天 是這樣的 剛才的一小鎮間歇 本來足夠他從 238號掩體 奔回銀色 紫音稍稍那麼易猶豫 眼看靈音色左前方小碉堡不到30碼 耳邊只聽著噗一聲 好似吹燈一樣 緊隔著鎮耳欲容的炸裂 心臟都要給崩掉了 一股熱風把他狠狠傷了一把 仍被打倒地上 炮彈繼續著這裡那裡的爆炸 好半嗓 黃爺以為自己完了 或者負了重傷 臉前一閃一閃的親子光臨 恍乎間他發現自己的左手 起碗斷掉了 老兵們都伴有那樣的經驗 他聽說過 挂彩的當時 人總是對於痛苦是沒有知覺的 他愣了一下 我的手完了 然而並無預期的恐慌或絕望 他只是有些不敢去觸動這個巨變的現實 確確地拖延著 希望頂好還是不要變得太壞 慢慢地他試著去抬起這隻沒有了手的小臂 嘗試著一點點抬起 像是擰開了水管一樣 雪哗啦啦的順著手臂流下 那不是雪 那是埋目了他的手的沙石 紛紛地灑落下來 他進心出入感覺出 整堆的沙石 從手臂上滑落 童年玩沙的那種喜樂 他還不肯太快就樂觀起來 迎著亮光的鎮石 手的剪影 完完整整伸展在 砸著不同光度和光色的透空裏 他身軀的手指 關節的滑轉 和節奏間擠壓的那細微的知覺 一種不曾有過的經驗 不是適而復得的驚喜 是減來的一個意外 或者因適而復得 才第一次發現到自己是個有手的人 大約30碼左右 他被鎮壓在這裡不能動 當他發現到左後方不及五馬遠 有個很大的彈坑 隨即考慮都不考慮 迅速退著匍匐 滾進彈坑裡 以上是黃岩遇到的情況 可以想像頭上砲彈 亂飛亂掌 人在地上亂滾 找洞磚 找以前的彈坑 他趴在地上的時候 耳朵聽到的眼睛看到的 應該都是我們無法想像的 我能想到的是他會聞到 土地的味道 可能還有 雞薯片 水泥塊 樹枝樹葉 那是怎樣的混合的戰場的味道 酵煙味的說法是火藥中的化學成分 不知道真正的戰場的酵煙味會有多重呢 這是他第一次上戰場 作為牌長 一個最基層的軍官幹部 他手下有40個人 40個人中大部分是大陸來台老兵 其他是衝員兵 就是在征兵制度下入兩年的台灣年輕人 小說中沒有寫這兩部分人員的比例 我估計應該是2比1 老兵占大部分 他帶領著這40個人守在 京西 第一線海邊的陣地 每天晚上盯著海邊 準備抓水鬼 還真的抓到一個 這就是步兵在823的任務之一 給掩體加厚一點 或去幫老百姓檢查防空洞是否牢靠 有沒有傷亡的老百姓需要後送等等 反御竹 還有去廖羅灣運捕 就是把不計品 有登陸件 搬到軍用卡車上 說難聽一點 變成抓公差的最大來源 不是沒仗打 是戰爭形態不同了 但是部隊的組成 人員的訓練 沒辦法立即改變 於是步兵的主要任務 變成防守及反登陸 但這都是被動的 消極的 總是不如攻城略地 來得讓人振奮 邵家勝呢 這個寶貝在戰爭中 雖然沒誤過正式 但在823著中 他扮演的是潤滑的角色 黃岩作為新一代軍人的代表 又是官家少爺 邵家勝就是反面代表 一個已經當了十年兵 由大陸來台的小官 他面對砲戰的態度 是輕鬆一對 開著小吉普車 四處跑 有一次載著小女生 遇到砲擊 兩個人趴在車底下 天赤良機眼 也來一段難忘的經驗 他被自己的不可遏止的 慾念鼓動者 先前被他譽為靈感的新發現 那是正途 善行 一種成全的道德 開始正正有詞地試圖說服他 有什麼比這天照地色更妙的機緣呢 這不是他預謀的安排 卻是最佳的安排 幾乎是很粗暴的 他把女孩從地瓜籠上 搬轉過來 仰面滾進溝裡 他抱緊他 女孩抗拒著 他明白那不是堅決的不一 立刻用嘴把他堵住 緊緊的壓著 他不再有抗拒 兩邊的屠龍也限制了女孩的掙扎 但他撐拾著自己 努力使自己沉穩下來 犯不著去觸犯軍律 那是重罪 他開始從容的腐敗這女孩 要哄得他願意 慢慢來 他嘱咐自己 女孩漸漸被驯服 乖得很愚蠢地 容忍著他輕薄的手 在他退著他的下衣時 女孩幾乎很合作地欠欠聲 讓他方便些 恰在此時 凭空的一聲獵人肺腑的爆炸 當頂砸下 紅光串進車底下來 轟人的熱風 像什麼固體那麼硬而有力地打在身上 耳骨嗡嗡地響著 黏住的聽覺 彷彿常態就是這樣的 女孩嚇哭了 抱得他好緊 好像恨不得他有一部汽車那麼重 壓住他更結實一些 做他10公尺厚的掩體 炮彈緊逼著 地都被撕裂了那麼的震動 車子的鐵板上 哗啦啦地落著土塊 石塊 或者還有 炮彈片 車底板罩在身上 那動靜尤其誇大地恫嚇著人 炮彈特有機會想來一點小溫淳 都被炮彈打得無影無蹤 這是對他個人的當頭棒喝 也是新戰爭形態的開始 但是上面的文字會讓你我感到 有戰場1%的感覺嗎 應該很難 電影與文字都難以真實在現 臨場感 感染力會隨著年代過去而下降 現在的人們已經很難想像 戰爭現場是什麼樣子 我想應該只有九二一地震的那一瞬間可以抵擬 而且必須在正央附近 未來如果有戰爭 必定是炮彈飛彈打抖陣 直接向戰的可能性不大 復兵不會是重要角色 當年沒有飛彈 炮彈打不遠 只能打到軍門 而且炮彈出口的時候 老兵還可以聽音變位 時間差到了 再握倒 或躲避 彈坑更是最佳地點 因為兩發炮彈不可能落在同一個小點上 電影都演過 咻 蹦的過程 有了小彈時間可以反應 飛彈就無神無息了 敵人各是在數百公里遠之外 在反攻大陸的年代 台灣部隊組成以陸軍步兵為主 我當兵 就在雙腳萬能的步兵簾 專長就是走路 所以看八二三術中的步兵很是懷念 很是心有戚戚 但是他們面對現代戰爭又是很無力的 空有一身戰績無處發揮 這是因為時代巨輪推著我們 面對戰爭的想定一準備也需要進步 至少在八二三的時候來不及改變 我當兵的民國七十年代也沒改變 當年是體能至少 每天五千公尺 體能戰技 零測驗 施對抗等等 打罵教育之下 當然很有戰力 現在呢 台灣部隊的戰力如何 有很多討論 我認為不能以過去的戰爭形態 為假設來論定 也不能以過去 部隊的戰力為比較標準 法爾山第一天就陣亡三個副司令官 國防部長也受傷 雖然由當年的7月開始 國軍就有警局也有準備 但是有準備之下 第一天還是發生如同被斬首的結果 代表戰爭準備是在錯誤的想定基礎之上 除了戰力強弱之外 面對未來戰爭準備的設想是否得當 也是關鍵 朱新年以來台老兵面對國破家王的心境 寫出法爾山著 戰爭作為創作題材中外皆有 希望這個時代的我們 不需要再寫另外一本戰爭書 最後感謝在法爾山付出 血汗的先輩們 是你們的努力 讓法爾山永遠定格在 最後一場戰爭 謝謝 法爾山著這本小說 我願意給他兩心半 這本小說的內容比較深刻 而且又有特定時代背景 所以如果能夠對那個時代背景 能夠稍微有所了解 聽過我以上15分鐘的說明以後 再去閱讀這本小說 會更有感覺 會更有feel 這是我的兩個常用email 部落格以及 臉書 部落格是在聯合部落格 還有兩個 民促導讀的下載二維碼 分別是蘋果及安卓版 如果各位今天對以上的分享有意見 或者是希望我分享 什麼小說 如果在YouTube可以寫在下面的留言區 或者是發email給我 謝謝 謝謝